哈喽,朋友们好呀 有没有什么治疗失眠的办法呀 我已经连续失眠半个月了 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每天早上还醒得特别早 感觉整个人好虚 睡不好觉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每天都想着早点睡,每天都睡不着 今天是星期六,本来有那个牛羊大巴扎 但是实在是没有精神 睡不好觉人特别虚 今天躺了一天 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 最近每天睡觉之前都吃什么早人安神的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退黑素 一点用都没有 今天一天没有出门 这会儿准备出去找点吃的 老板给推荐了一些吃的 来到喀什这边要吃当地的特色 这边都是羊肉啊什么的 老板给推荐了一家羊头 我觉得羊头想起来有点恐怖 没有吃过 准备去挑战一下 然后约了亲女里边一个小姐姐 一起出去拼餐 在亲女里边大家出去拼餐吃饭 出去玩全部都是AA 就是AA制大家一起拼摊这个费用 七点半了 新疆这边饭点是中午两点和晚上八点钟 这会儿去吃饭时间差不多刚刚好 和内地的话还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 你像中午出来的话路上没有这么多人 中午的话还是比较晒 这个点出来逛 还是比较舒服的 气温比较舒服 这里的树居然绿了 我来新疆 从过完年到现在就没有看到哪里的 哪里有绿色的植物 冬天这边基本上都是灰的 和光秃秃的 哇看到绿色的树这种感觉好好 这个就是老板给我推荐的 这个过来吃羊头的地方 说这家羊头特别好吃 这还有烧烤呢 看一下他们这有啥吃的 霸王羊头 羊头是只有这一种的吗 只有这一种 我们点个羊头 这是我们的羊头吗 没事你上吧 羊头上上来了 老板在给我推荐这家羊头的时候 给我说让我不要一个人来吃 说我吃不完 所以呢 我今天也是在亲女里边 约了一个小姐姐一起 小姐姐不愿意上进 幸亏有人一起来吃 不然的话哇这个尺寸 现在要把它包了 包了把肉扒下来 然后是蘸这个 蘸这个调料和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羊头多扎实 这么大一个羊头 看这个羊头 这羊头发出来是不是没有多少肉的 对 嗯 对 还喜欢有一公斤多的肉 有一公斤多的肉呢 一个羊头有一公斤多的肉 我去 羊眼珠子这能吃吗 对能吃的 这个可以吃啊 对 羊眼珠子 黑的能去掉 然后可以吃的 哦 有点恐怖 没有 不恐怖 这个从羊头上面剥下来的肉就这么多 也挺多的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羊脑子 羊脑是吧 吃啥补啥 好帮我端过去吧 谢谢 看一看 我这个是在网上传购的 一个羊头 然后有两份这个面 然后还有这个咸菜 然后还有一个素菜 总共是128块 服务员把这个羊脑子给我们切开了 这个里面有羊脑 这些东西我以前是不吃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不知道怎么就能接受了 以前连那个什么 好多东西都不吃 什么香菜大蒜这种 全都不吃的 现在就能接受了 把这个扒下来的肉 哦 蘸一蘸这个汤汁 哇 知道这个是什么吧 这是一个羊眼睛 我喜欢感觉有点 有点做不到啊 有点做不到啊 吃羊头已经很恐怖了 这个眼睛 我感觉有点恐怖 我感觉有点恐怖 算了 我来尝试一下羊脑吧 这个眼睛有点 不敢不敢吃 这个脑子 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 因为我 比较喜欢吃鸡老口里边那个老花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 可以吃的 哇 哇 这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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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吃眼睛的人 敢吃老子 超赖哦 可以啊 这个羊脑味道非常好 其实跟那个什么鸡脑壳里边那个老花 还有那个猪脑壳里边那个老花 漂亮的 这个好吃 蘸点辣椒面 蘸点辣椒面 这个东西你吃过吗 你吃过羊头没有 一次吃 这家店是亲女老板推荐的 说是这个处理的特别好 没有什么山味 蘸一下它这个汤 哇 这个口味很像四川很穿味啊感觉 嗯 好吃 好吃而且真的不深 不要吃它炖的也很辣 一点山味都没有 而且这个羊 羊肉被炖的很软很软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哎呦这个羊头虽然扒出来肉看着不是很多 但是吃了一些之后会发现吃不下去了 然后还有这么大份面这个套餐是128的套餐 然后还有土豆丝 还有这个我们两个感觉已经吃饱了 这个和这个一会给它打包打包回去 哎全都打包了这吃个啥呀 两个羊一个羊头吃饱了 吃完饭了 太撑了 走一走消消神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20 喀什这边的夜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城市虽然比较偏远 但是路上的车呀什么的还是比较多的 路过了高台民居 高台民居是以前追风筝的人的拍摄地 我记得在我上一次来喀什的时候 这个里面还可以进去 而且这个里面还住的有人 现在全都给围起来了正在改造 全都是土房子里面 吃完饭了回来了 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这是我买的什么牛黄上青丸 哇在这边吃东西特别容易上火 因为喀什这个地方特别干 特别干 然后再加上这边饮食 老实吃面吃肉的话 就很容易上火 所以我现在每天基本上都会吃这个 哎呦捏不开呀 就这个样子 捏开了 捏开了以后 里面是这种 直接这么咬的话特别苦 还要把它搓成小粒小粒的 不然的话吞不下去 这边的饮食特别容易上火 所以来到这边 最好带一点那个下火药 带一点下火药 然后 多喝茶 多喝茶 在这边吃饭的话 每顿饭最好点上一碗酸奶 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消化不良便秘什么的 现在每天都是吃完饭了之后 我就回来吃这个药 不然的话第二天准上火 我这里前几天吃了一个烤包子 这里起了好大一个豆 刚下去 一般南方人来喀什这边吃饭的话 是吃不惯的 北方人还稍微好一点 吃肉吃面嘛 但我这一吃羊肉特别容易上火 哇 这个药真的太难吃了 我发现这边的药店里面卖的好多那种下火药 很多药全都是这种 这种 就是大粒大粒的丸子这种 它没有什么胶囊 胶囊也有 但我买的时候没太注意 就买成这种的了 每天吃药还得把它搓成这种小颗小颗的 把它吞不下去 在这边吃饭太不容易了 不仅这个药我还配了这个饱和丸 因为在这边吃的东西老是不消化 就要吃一些这种助消化的东西 就要吃一些这种助消化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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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